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晚了 你也该回去休息 这么快就到了 怎么 你还想怎么样 我是怕我这么早回去睡不着 我都陪了你一整天 你不累我还累呢 如果你要睡不着啊 你就数绵羊 数着数着你就着 出风 来 回去吧 送到淮海路一百八十八号 给你帮我 老公 走 停车 停车 赶快带我回去 快点 请你再快点 毕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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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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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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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侦探 谭道尔 算命先生说 我早晚在死的你手里 看来他没算准哪 哈哈哈哈 立凡 你忘了吧 当年丁雪茹就是死在这里 今天 我让你也死在这里 不 不 不要 不要 你 你 我不要 不要 快送医院 严加保护 是 快送医院 快走 和你 走 怎么的 到底怎么回事了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这就是早间人病 眼睛里头还有没有我们去补房啊 张芒 到 周明 到 等我派些人来 严加看护 等笔房醒过来 马上通知我 是 曼华 没事吧 对不起 今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 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算了 毕凡他也没怪你 周明 你真的误会毕凡吗 他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保护我 是吗 其实 在那个什么菲菲死以前 谭世杰就已经设好的圈套 先是朱世君献进去 然后是我爸爸 也许毕凡说得对 朱世君只是一道钱菜 他真正的目的 是我爸爸 是永春堂 什么 你们整个永春堂 这也太狠了吧 你难道还不知道 谭世杰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爸爸刚刚去世 谭世杰就拿着不知道 从哪儿弄来的 朱世君的股份转让书 还逼着我把我爸爸的那份 也转让给他 毕凡是迫不得已 才想出了让教会托管的办法来的 没想到 谭世杰恼羞成怒 派人来暗杀毕凡 今天晚上杜邦要是再晚来一步 我们就全都没命了 谭世杰 那毕一份 毕当课他怎么样了 他中枪了 不知道 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 东方石坦堂道尔 咒敲生命全位 遗修全复毕灭 特大新闻 特大新闻 东方石坦堂道尔咒敲生命全位 金爷 金爷 真不是我干的 不错 阿三是我的手下 可是您不知道 这家伙最近他神经错乱 他自作主张的去杀人 您说 叫我有什么法子 对 是 您呢 跟邦里的弟兄们说说 不会牵着到他们头上 您还不信呢 您要是不信我敢诅咒 不 事先我是真的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 对 对对对 好 好好好 他妈的 他妈的 都他妈疯了 他爷 哎哟 都忘了 你来得正好 来来来 你跟我说说 你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问我我还问你呢 英国领事都跟我急了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不是你 派阿三去杀必烦呢 哎呀 你还不知道我吗 就算我要杀他 我能挑这个日子口吗 他刚摆了我一道 我要动他 那不等于我 我告诉全上海的人 我就是个杀人犯吗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我一个人相信你有什么用啊 英国老师那边怎么交代 这才是我最冤的地方的 按说杀个必烦 跟采条狗差不了多少 可就因为他背后 有个英国人这把红伞 我才投鼠激气一人再人 没想到阿三这个狗东西 他给我捅了这么大一篓子 那没办法 现在上上下下 全都在怀疑你 你就是长一万张嘴 你解释不清 行了 你跟我说说我应该怎么办 唐爷 说我直言 阿三是你的人 毕凡好过来 肯定会指控你 可是在法庭上 你在大法官和陪审团那儿 口碑都不好 这个官司你是吃病的 可是如果是这么个结果的话 唐爷 你就该仔细地考虑考虑 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 只要是一个死人就不会爬起来指控我 对不对 这都是您教给我的 心词手软 必留后话 好 就怎么办 我不是红万龙 绝不会手软 反正现在已经遭人恨了 给他一枪遭人嘛 给他十枪同样遭人嘛 背着抱着一样沉 不能再犯十年前的错误了 唐爷 果然是做大事的人 少废话 人在你手下管着你跟我说是你干还是我干 唐爷 现在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他就住在同济医院里头 而且是我下命令保护他的 但是英国人现在正在监视我 你说我干方便吗 那好 我来干 你告诉我看守寻补的换班时间 只要在他们换班的时候给上我半个小时其他的 不用你烦了 唐爷 这回可得留点神 别再结外生枝了 放金 这回保证做到滴水波漏 这回保证做到滴水波漏 不要担心 那边坐看 说我去的主持人 我去送你了 pray 给你送我去看光 去的烦水波漏 我去的烦水波漏 我去的烦水水波漏 你去的烦水波漏 你去的烦水波漏 他不会有事的 水根 先生可能快醒了 我去给他买点吃的 林小姐 先生先生 你快醒醒吧 林小姐都急死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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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您放心吧 记住 等谭世杰的人杀了毕凡 我们再出来抓住那个杀手 这样一来 毕凡死了 哼 谭世杰也就死定 这个世界就干净了 是 教练 我想跟你讨教几招 是 周大哥我在这儿 水根 水根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玄母房的人一下全没了 我一荒就把先生带到这儿来了 那满华呢 小姐去给先生买点心了 还没回来呢 糟了 水根 你在这儿看好毕大哥 我过去看看啊 嗯 去吧 吃 蘋姨 小姐 满光 毕凡怎么不见了 你别担心 他现在很安全 他在哪儿啊 他已经被水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 可能是我们交接班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让他们有机可乘 不过也奇怪啊 他们应该等我一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黄 看来我们只有靠自己了 怎么讲 找个安全的地方 让毕凡好好聊事 好 谭医 怎么样 病房里没人 什么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谭医 会不会走入了更事 不会吧 不会又耍我吧 谭医 我是杜邦 恭喜你啊 这新府大宽一厨 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拱什么喜啊 整个毕凡 连个鬼都没一个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要问你呢 邹总探长 不会像十年前一样 带走毕凡 跟我耍花枪吧 谭医 你多心了 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就别说我是你栽培起来的 咱们就说现在 现在咱们俩在一条船上 我不可能搬起石头 砸我自己的脚啊 你明白就好 多帮 你可给我想清楚了 不然的话 别怪我翻脸无情 是是是 甭跟我来这套 什么东西 谭了 张芒 我问你 刚才谭世杰跟我说 毕凡没了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 我一个小时之前 就把港上全撤了 给谭世杰的人留了个空单 可是他没想到 毕凡失踪 不应该呀 他伤得这么重 难道他插翅膀飞了不差 这不我一接到报告之后 我就把医院 整个都搜了一遍 鸡脚干啥都找了 连个人影了都没有 他那小跟班的呢 不见了 连冒华呢 也不见了 他妈的毕凡命这么硬啊他 是啊 你说他能跑哪儿去呢 他这一失踪 您那条妙计也失踪了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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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 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 你们一切要小心的 你们一切要小心的 放心吧 谭世杰是谭世杰的势力过不到的地方 再说还有我叫雨春堂的仓库和伙计 应该不会有事 那我就在这儿替你们打听消息 等风声一过 我马上接你们回来 陈教授 赶快走吧 要不动赶不到 谭世杰了 来了 谢谢你的证明 刚好回去吧 曼华 曼华 一切小心哪 雨凡 你快点好起来吧 你快点好起来吧 曼华 小心哪 姓姨 你快点好起来 天哪 妈 我要走了 健兄 你什么时候带我走 我这样鬼鬼祟祟的 我实在受不了了 会的 我想 会有这么一天的 所以我们该不会的 带你到背后 你再走 喂 你 NE obtained 我 不是 信妍 大太太 你这么早就出去了 我是去巷子口买玉兰花 没想到 起太早了 起早了没关系 知道回来就好 不要等笑勇见不着你 又该欧气了 我知道了 那我先下去了 你回来了 你醒了 我根本就没有睡 等我梳完妆 我就伺候你起床 你个骚狐狐狸 你个骚狐狸 少在这儿装没事儿人似的 你别忘了 你是我娘花三千大羊买回来的 你是我媳妇儿 你娘就算再花三万现大羊 你也变不了男人 你娘就算再花三万现大羊 我 你 meinem遜难 你遜难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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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废物 我废物 我废物 臭婊子 我修了你 修啊 我还巴不得你修了我 我不 我不修你 我是你男人 我给你了 我修了我 你修了 我又不认为我的 你修了我 老爷 老爷来了 姓妍 几天没见 瘦多了吗 好 今儿坐下 一块吃 来 坐下 坐下 姓妍 孝勇还没吃早饭呢吗 还不快去看看她 不忙 不忙 吃完了以后再给孝勇送去 来来来 吃吃吃 老爷 这儿媳妇和长辈 坐一个桌吃饭 这什么规矩 规矩是我定的 我就是规矩 来 吃吃吃 还是去看看孝勇吧 好好好 吃吃吃吧 老爷 你看二太太 她今天明明知道我吃斋 可安排的菜一样都是荤的 那我怎么吃啊 大太太 这可就对不住了 我把这事给忘了 不过 现在就是零食去做 怕也来不及了吧 可别饿着老爷 老爷 那咱们吃吧 那咱们吃吧 你喂我 你喂我 你自己没熟啊 信妍 信妍 我求求你了 你拿嘴为我 我要你用嘴为我你 你听到没有 疯子 废物 老爷 茶泡好了 放那儿吧 要是没什么吩咐 那我就先下去了 信妍 最近 我听了不少风言风语的 不知道 不知道 老爷指的是什么 不过也没什么 我已经说他们了 信妍啊 你的心思我理解 正当青春年华的时候 又碰上笑语这个样子 实在是委屈你了 不过你们之间 也要留点脸面 事情再闹嘛 也别闹出这个院子 老爷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老爷 我要先回去了 不然笑语又该找我了 信妍 你沏的茶真香 晚上也沏茶给我喝好吧 老爷 没什么事 我就先下去了 我说 水根 你留心点 看看哪儿是永春堂的牌子 咱们别错过了 是 林小姐 你说什么 哎 小姐 小姐 哎 健雄 哎 小姐 这位是 这位是毕先生 这是谁跟 怎么会伤得这样呢 你就别多问了 我们过来就是养己天伤 你别胜张就是了 我知道了 小姐 公司怎么样了 我爸爸的事情 你大概已经听说了 不过没什么 我已经把公司的生意 交给英国领事监管了 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人还是公司的人 对你来说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就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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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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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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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